过两天民调封关之前 我们先来赶快掌握一下 这几天的民调状况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 跟我一样哦 非常的关注哦 因为只剩没几天可以看了 我们最近来看到的是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来做的式化民调 加上手机的调查 好那至少会有73点 75.3的民众认为说 基本上当天 没什么意外的话会去投票哦 所以呢如果真的有 75%到80%的民众 去投票那这次投票率 其实还颇高哦 好如果当然要跟 过去2016年来比的时候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来掌握的 像是总统的支持度 跟政党票的支持度哦 总统的支持度 来我们来看到了 这个是在蓝营的部分 猴康配来到25.6% 柯英配22.4% 那么另外呢 是赖销配27.2% 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 现在蓝绿卡得很紧 也咬得非常的紧 那么国民党跟民众党 还有民进党 这个政党票的部分 现在呢 其实这几天的民调 这样子看下来 这个国民党 其实都还是略胜民进党一筹 在这个政党的支持度的部分 不管是这个 今天的调查 还是像是昨天 昨天的这个民意基金会调查 其实都是蓝营这边都可以拿到28.7% 其绿营这边23.2% 那么民众党这边是18.3%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到了 还要来关注的是 以这个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一样是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然后来做的是 如果以室内电话 就是单纯的室内电话的民意调查的话 而那个人数又变多了 想去的投票人数又变多了 77.3% 那一样嘛 支持度的部分 总统支持度呢 是蓝营这边就已经来到了 30.2%咯 这个数字不同咯 我们可以看到跟刚才明显不一样了 那绿营这边呢 29.2% 差那么一点点 差1% 好另外是 这个科营配是14.3% 也就是说 如果单纯以式化民调 也许年龄层是比较长一点 也许年龄层是比较长一点 那科营配的部分 其实很明显看到 制度下滑的非常的明显 那以长者来说 这个年纪稍长的民众 如果是在家里会接电话的话 好 因为可能是白天嘛 没有上班上课 那制度蓝营是比较高的 那另外还要来看到 是政党的支持度了 那就 其实也没有意外啦 因为毕竟跟这个手机式化 这样加起来的话 单纯的室内民调的话 那就变成说 国民党是来到了32.4% 那民进党25.6% 那在民众党这边是12.5%了 那以区域可以发现 比如说这个侯康配在北北极 还有这个桃竹苗中张头 还有一花东金马等等的 其实是明显领先 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名单上面 有所看到的 那另外赖肖配的话 当然是云嘉南高平 高平棚是领先的 但其实幅度呢 则是各有不同 那年龄层的部分 我们刚才有说 其实哦 如果是以单纯的室化 大部分年纪是稍微涨了一点点 那如果是有在家手机的话 年龄层的话 那就会不一样 年龄层范围就会更广了 那年龄的部分是20到39岁 目前是柯盈配 稍稍一点点领先 那在40到49岁的话 那都是赖肖配 是微服领先 50岁以上则是侯康配 那这也是在民调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啦 根据台湾民营基金会的民调 以现在目前的支持度来说 赖青能拿下的是32.4% 那后也28.2% 那柯文哲是24.6% 大家就会去问柯文哲了 那你这样子 到这个成绩来看 因为已经最后关头了嘛 这个成绩其实看起来 好像还是有点弱 那有点弱的情况下 会不会被弃保呢 他昨天被专访的时候 他就特别说了 要到选举前的两三天 才有机会看到真正结果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看到民调了 他说公民力量呢 有没有点燃爆发 其实就是要看选举前的两三天 胜负关键是年轻人的投票率 他说还有信心可以赢得选举 至于会不会 比如说对手操作弃保啦 他说第三势力的政治板块 其实已经形成了 民众党这块呢 是不动如山 他说这场选举不会被弃保 好不用每一次都喊说被弃保被弃保 也希望大家不要再看随 那我们就来看到了 台湾民基金会董事长邮英龙 他昨天就特别说了 侯康跟赖潮差不多 差不多就根据他的观察 根据他们这几天做的调查 大概就四五趴 他说差不多五趴 发动气保效应呢 是蓝白的这个终极手段 那他说目前呢 对于侯康是比较有利的 那他是目前是比较乐观的 他是这样看 但是呢 这两天 五月天被翻出来 为什么五月天怎么这么倒霉 因为呢 现在就有说啦 这个台湾的这个国安官员 就有说现在大陆呢 就说五月天呢 要在选前发表一种言论 甚至亲中言论 好不然呢 可能之后就要封杀他们 那对此呢 五迷就傻眼啦 想说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子吗 可是其实这几天呢 名嘴就有说嘛 2016年大家都知道 选前发生什么事情 那有可能中国大陆会这么笨吗 你再度对艺人施压吗 如果是的话 那是不是 他们是跟民进党联手呢 那不可能嘛 所以郭正亮就有说啦 一个政党如果没有政绩 只会用什么恐惧啦 仇恨啦 这种两种投票率最高 抗中恐中 就是这种的动员 那他就说啦 台湾好不容易培养出五月天 多难啊 我们的天团耶 但到了选举的时候呢 但却这个不惜一切 像我们把这个天团给搞死 他说真的不要搞到最后 自己一个人大翻车 就尴尬了 所以他就说因为其实从头到尾呢 路透是没有访问 五月天的这个经纪人 也没有访问五月天的公司 虽然他们觉得说很莫名其妙 怎么说这则新闻出现 完全有违新闻伦理 那么持续就要来看到啦 刚才有公布的一个最新民调嘛 如果是以全市化的调查来看 侯康配是30.2 微服胜过了赖销配的29.2% 那刚才有说 像柯营配的民调就是起不来 那气宝会不会出现 虽然大家觉得会 大家觉得有可能 可是呢这个 柯文直说不要再看随他们了 那现在就连这个国家政策 研究基金会的副执行长林涛也说 现在民调呢 就像跟麻花卷一样 咬得很紧哦 其他就是两趴两趴的差距 不会因为绿营的政治操作 有大幅度的变动 继续来看看 市化民调加手机调查 的民调里 有75.3%的民众表示 一定会去投票 而在总统的支持度里 侯康配是25.6 柯营配是22.4 赖销配是27.2 目前在手机搭配 市化的民调 差距是1.6个百分点 负1.6个百分点 而在政党支持度部分 国民党是28.7 民众党是18.3个百分点 民进党则是23.2 过去几年的总统大选 常常使用的市化民调 在总统的支持度里面 侯康配是30.2 柯营配是14.3 赖销配是29.1 国民党在市化的民调 是领先1个百分点 而在政党支持度的部分 国民党是占32.4个百分点 民众党12.5 而民进党是25.6 所以你在这两份 可以看到一个趋势 在这个总统支持度的部分 两边一个是负1.6 一个是正1% 而在政党支持度的部分 国民党都是维持高度的领先 要放来一场的话 是不是要所谓操作细保 事情是有一点难的 目前侯康跟赖销 紧追紧咬麻花卷 差距在1% 在1.6% 而政维府的差距 不会因为民进党 做任何的政治的操作 而感觉好像有大幅的变动 5月天台湾的天团 跨年夜会在台中 一连举办六场的演唱会 但是这两天 他们其实这件事情 把他们搞无言掌气 因为路透报道说 5月天被中共当局施压 要求在选前要表态 一中的立场 遭到国台办反驳是个假消息 台湾市长卢硕燕就说了 可以让5月天好好唱歌吗 可以不要影响艺术工作者吗 选举剩下两个礼拜 用这样的消息操作 太可恶了 外长5月天被对外要求 在大选前做出亲中的表态 那市长怎么办呢 我觉得在选前两个礼拜 那放出这样的消息 那想要利用5月天来操作选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恶的行为 明天开始 那就一连六天 5月天要在台中登场演出 那拜托 大家让5月天好好的唱歌 好好的表演 不要干扰他们 那停止这样的一个选情操作 好 根据路透爆料 中国大陆向5月天施压 要求表态亲中的言论 但是国台办训说 这是一个假消息 国民党质疑这个消息 会不会是总统府 或者是外媒查续 故意放出来的耳语呢 蓝音炮轰说 从两颗子弹到假共结案 现在是5月天被恐吓案等等的 痛批绿营到底要骗民众几次 上位大选民进党和美方联手 炮制王立强假共点案 选前倒数时刻 路透社报道 国安知情人士透露 大陆国家广电总局 要求5月天乐团 必须公开表态支持 一个中国配合宣传 大陆国台办火大反驳 说是假新闻 论会说还在查证中 但蓝音爆料 这是民进党制造的 另一个仇中假新闻 场景是在总统府 召集了外媒去喝茶 透露给外媒 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 只是在闲调 出口转没销 蔡英文上台这8年 他有专门养一批 外国的媒体记者 然后他们很可能是 通讯社的公稿记者 或者是某个大报的 台湾注点记者 他们跟绿营的关系 那简直是绿油油 过去大选 从两颗子弹扭转总统选清 假凿路工事件 翻转高雄选举 上回假共点案 更是影响甚大 在一趟怒批这回连天团都拿来当选举工具 难道又要奥波拼选举 人来了 讲到第三次 你还会相信人来了吗 台湾自己真的好意思说 我们有在重视人权吗 这样的一个天团 你现在民进党的高层 用这样来坑害他 吴隆公点案当初放假消息的人通通没事 但嘉义县一名男子 因为转天消美前的国籍新闻 还评论这比赖佩霞 吴欣盈的双重国籍还严重 怎么敢选副总统 没想到警方马上依涉嫌违反选霸法 要他到案 有需要到这样子的处理法吗 然后对于涉及到整个国安的 这种人你不查不办 说到你们家都贪心我贪心 太过了 从死弹共谍到天团被恐吓 选举到在台湾通通能跑出来 荒诞的剧情永远能一再翻新 颠覆百姓三观 记得张又此 李建宇 艾森小组台北报道 我们来看到是新竹消防分队的分队长 游上化他不幸殉职 那么今年请累计六位殉职的消防员 让消防员的工作权益促进会的成员 真的很生气 昨天再度前往民进党中央 痛批说 现在我们的国家怎么了 说好要照顾消防员的 说好要修法 要更改一些权益的 但没有想到只顾选票 他也心寒问赖清德 要用多少人命才能够换到执政党 真正重视呢 究竟还要死多少人 政府才愿意做出改变 一句话倒进消防员心酸 民进党中央前再度聚集 多位消防员 消速会理事张勇为 讲到集中处甚至哽咽落泪 别人在逃出来的时候 别人的出口却是我们的入口 不愿再看到卖命工作的 消防弟兄王死 消防员再度站出来 捍卫消防治安 更呼吁民进党总统候选人 赖清德别再摆烂 赖清德总统候选人 你现在的回复 还是把行政院敷衍基层的回复 复制贴上 现在立法院还已经修会了 他们罔顾了民众的公共安全 罔顾了我们消防员的职业安全 跑什么选举行程 死了这么多人 你们却只在乎你们的选票 长长的白布条上面贴满 这十年来殉职的消防员姓名 一百一十二年来 从屏东民阳大火 到近期新竹民宅火灾 不幸殉职的新公分队长 游上华 今年已经累积有六名消防员殉职 没有一个职业 应该要用生命来作为代价的 我们不希望这个布条一直加长 更令人伤心的是 新竹新公分队 六年内接连有两位同仁殉职 致死原因疑似都是氧气瓶耗尽 导致吸入大量浓烟 十年了 结果悲剧一再的发生 这个执政党 承诺我们的公安诉求 都可以跳票 难道在你执政的蓝图里面 没有消防员的安全 十年过去 殉职了四四位消防员 却没有换来政府对职安改革的重视 消防员的接连殉职 不知道执政党与赖清德听见了吗 昨天又死人了 赖清德你骗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 这层思源代具台北采访报道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